總統蔡英文在昨天正式宣布了 94年次以後出生的義男 義期是恢復成一年 而國防部也要求內政部 明年在徵兵的時候 94年次以後的義期 從四個月又變成了一年 而對於外界的疑慮 內政部的代理部長花敬群 在稍早有了最新的回應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93韓以前年次的年輕朋友 大家的義期還是四個月 所以不用急著 我們也聽到花敬群強調了 93年次以前出生的義男 義期就是四個月 不會因為你什麼時候入伍 而影響到自己的義期 以上在立法院的正義狀況